但它却是一根会思考的围草,正是帕斯塔尔发现人的最伟大之处。 常言道,取名不成,犹如昙花一现,名人效应不可长,孤名教育不可取,名不复实知识不可为,在这样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生活,我们应该处于你而不染,着清灵而不妖,做一根有主见,有思想的围草。 名人效应知我见,凡是多思考而透为止,名人效应就是很多人盲目相信名人,崇拜名人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,明星也是平常人,他们不是神仙,正如赵国人利用伯乐卖猎马,他要求伯乐到着猎马看一看,离开时回头瞧一瞧,这在集市上三天,无人问津的猎马,竟然以高处十倍的价格卖出。 博勒效马家育不小,名人效应如此强大,以至于人们不做任何判断,就以高价买下猎马。 盛名之下,其实南府,像赵国人这样不择手段谋取暴力的行为,在生活中屡见不鲜,对百姓造成严重危害。 因此,即使是在名人的光环之下,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头脑,切记不加思索而有所为。 名人效应之我见,正所谓人无完人,名人也是普通人,只是因为某些事而家育不小。 但是并不代表名人做的事,说的话都是正确的,都是毫无瑕疵的,就像伯乐有时也会做出不可相信的行为一样。 作为一品牌的代言人,如果名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,正确的为产品解说,确实是会将消费者带进一条消费名路,无疑给消费者带来益处,同时也会为这一品牌处理良好形象与信誉,得到消费者的信赖。 如此以之两得,和乐而不为,由于名人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,有着一呼百音的效果。 但是作为消费者,我们因正视名人效应,可能有些产品我们并不熟知,但仅因为它是某一名人代言的,就有无数人慕名而来,争相购买,殊不知这个品牌的产品究竟质量如何,是否安全,曾计否? 前几年十分火热的保健药品花玉堂,因为有著名演员唐国强倾情代言,并声称这是太神秘方,又延年欲受之功效。 结果大量消费者不惜花费百上千元去买那几瓶神药,打假揭迷这个药不过是非常普通的忠诚药,吃了无害,也无足。 名人效应之我见。 当下做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消费者可不容缓,现如今物欲横流流进了诚信,利用名人效应欺骗消费者的现象是屡见不鲜。 就因为被我们熟悉的名人给蒙蔽了双眼,有些消费者完全失去了判断力,管他绅士,神语,统统买回家,结果呢,被骗了心里还乐滋滋的。 其实我们真的要正视名人效应,不能紧盯着那几张熟面孔,就完全失去防备,再出名他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,干嘛非得一见,他就心跳加速,大脑不运转了。 我们要认真对待商品和名人,以自己正确的判断力来决定买还是不买,并不要因为是自己的偶像代言,就不顾一切的去购买。 名人效应之我见,神词疏虑很关键,当你看到明星的新城装扮,你可能会去模仿,当你再次听到明星代言的产品,你仍然会心动,但是你必须明白,这只是商家和你做的一个游戏。 若你看不透,将会走进商家的棋局,上到受骗,名人效应之我见,三思而后心很必要,我们要做一根有主见,有含咬的微草,做一个有含咬的爱豆,为自己的偶像,也为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